黑眼圈可以说是颜值最大的敌人,再好看的脸有了黑眼圈,也会显得没精神,整个人都老了好几岁,它不仅耽误美,还可能是疾病给你的下毛耶,快来看看你的黑眼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 熬夜疲劳,如果你长期熬夜,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,工作起来每日每夜,或者整天跟夜猫子似的,把生物中弄乱了,这些都会影响身体的气血循环,天长日久,就会形成黑眼圈。 眼周学位,可以调节点击,疏通经络。 三,每天抓一把枸杞,再取三个红枣,放入杯中,以开水冲套饮用。 甚需,传统医学认为,黑眼圈是圣灰所致,圣灵亏小则两眼缺少精气的润泽,甚至黑色就浮月于上,因此双目无神,眼圈暴黑,解决方法。 一,防止过度劳累,不能熬夜,保持规律的生活。 二,加强内心修养,保持心情愉快,防止情绪激烈变化。 三,多吃一些涵盖量高的食物,熟牛奶等,或者清凉食品或药品,如山芽、金银花、绿豆、绝名字等。 四,可服用起植地黄丸,作为地黄丸,直白地黄丸的忠诚要资因补肾,来减轻黑眼圈,慢性微病,表现为颜色较深,呈显蓝色,范围也较大,解决方法。 肝病,据统计,大约有五分之一的肝病患者面部和眼眶周围会出现色素沉着,尤其是肝功能长期不正常,肝大折,黑眼圈会长期存在。 肝的本色是青色,而青色主含症,浴血,但情绪受到波动,工作压力大等,而出现肝体浴质。 气息不畅,抑制血液流通不顺,维系血管的交换菌化减慢,黑色素沉淀在眼睛皮肤下,就会形成黑眼圈。 解决方法,调养方法,以静养和食量为主,减轻肝脏处单,同时给予充分的营养,食物丰富的蛋白质,碳水化合物和卫生素,以修复被损害的干细胞,即将帮你消除眼淡,黑眼圈黄花片, 将冰镇的黄瓜切成薄片,覆盖在两只眼睛上,闭眼睛敷15分钟后,将黄瓜片取下,能有效消除眼淡和黑眼圈。 建议冰箱里可长期存放黄瓜,这样每次敷眼睛都很方便。 勺子,将两只勺子放在冰垂里5分钟,或放到冰箱里1小时,直至完全冷却。 用勺子凸起的一边亲爱的眼睛上,维持5分钟后移除,坚持住日,黑眼圈全部都不见了。 茶包,将两个红茶包浸泡在温水中片刻,然后取出,浸干水分。 浮在眼眶上,躺下闭眼放松一会儿。 红茶中所含的丹宁有收缩血管的作用,可有效缓解黑眼圈,或者把煎泡过的绿茶包放在冰箱里冷冻片刻后取出敷衍。 冷冻过的茶包可以消灼,并且绿茶不含长消耗氧化成分,又助兴富受损皮肤。 冰块,用干净的塑料袋包裹冰块,轻轻放到眼睛上,冰凉的触感能够很快消除眼带。 建议每次敷15分钟为宜,眼部按摩,多按摩眼睛周边学位,增加血液循环,可以说换眼部浮肿的问题。 最好睡前,用无名指,在眼睛中央位置静压十次,每晚持续以后,改变睡姿,侧卧只会让眼带情况更加严重。 如果睡眠时选择平躺睡姿,能够减轻身体对眼睛的压迫,防止眼睛周围出现水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